真言二十六章二十节 火缺了财就必熄灭 无人传舌 增进便止息 火缺了财就必熄灭 让我想到 每次跟弟兄姐妹去露营时 在晚上睡觉前 我们都会要把萤火熄灭 而其中第一件要做的事 就是不要再加财了 传舌的原文 意思是恶意的私语 背后毁谤 造谣重伤 而增进原文有 竞争争吵的意思 就好像我们不要再继续加财了 自然火就熄了 同样的 如果没有人背后悄悄私语 毁谤或造谣重伤 纷争自然就会停止了